螳螂捕蝉 老师,你为什么不高兴啊? 人都是见利而妄害啊 昨天我到丽园游玩 刻铺 这时我看到一只蝉高歌鸣唱 自以为很安全 我知道后面有一只螳螂正要吃它 螳螂一心想吃蝉 却也没有注意 后面的黄雀正趁机想去螳螂呢 你想偷栗子是不是啊? 我在利园守候黄雀 也忘了自己的危险 结果被人误会在偷栗子 真是受气啊 追逐外物 往往只看到前面的利益 而疏忽了深厚的危险 嗯? 嗯?